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演技评分,赵丽颖演技疯神,笑央评分太意外。 《谁是凶手》绝对是12月上线的潜力爆款之一,这部剧目前仅仅上线两天,播出4集就已经成为了平台最热门的一部剧。 除了剧情质量的出彩,演员在剧中的表现也是观众讨论的焦点。 变脸式演技,角色出彩上热搜。 根据网络评分来看,董子剑塑造的夏木一角在演技评分上拿到了9分高分,而且还因为变脸式的演技登上热搜,成为焦点。 从他在《谁是凶手》中的表现来看,他确实让不少观众感到意外。 剧中,夏木这个角色是海州暗的间接受害人,董子剑上场的时候已经是16年后,他是警本第一,通过了身体和心理的各项测试。 但其实,他对于女教师的死一直难以忘怀,在工作中看到动物或人的尸体,立马就会投昏眼花甚至出现幻觉。 董子剑对这个角色的成功塑造就是因为他演出了一个精神恍惚的状态。 对于这个角色来说,他虽然足够优秀,但是心中却又太强烈的仇恨和自责。 他伪装成不在意海州暗的样子,但其实一直对凶手恨之入骨。 而另一方面,他认为女教师的死自己也有责任。 日常戏里,他还是观察力和执行力都在线的年轻警员,但是一旦触及到内心深处的阴影,他就会立刻变脸,状态直线下滑。 稳定发挥,戏份不多但是看点十足。 剧中长城饰演的高鹏其实存在感并不是很高,他是冷小兵的顶头上司,也是和冷小兵关系很好的朋友同事。 在前四集的内容中,长城的戏份并不多,但是每一场都拿出了非常稳定的演技发挥,不仅演出了领导范儿,更演出了一个称职的警察,思虑周全的领导者,这也是长城能在这部剧中拿到八分水准的原因。 开篇最大亮点,又美又吓人。 其实在赵丽颖还未出场,剧情主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很多观众决定继续追剧的理由都是因为高露饰演的夏金兰。 剧中的他一身红色的连衣裙,气质温柔,说话细声细语,一出场就惊艳了观众,让观众对角色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而他成为受害者,也一度让观众无法接受。 虽然说夏金兰这个角色出场戏份不到五分钟,但是却成为谁是凶手中的第一个高光。 在受害之后,高露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把正常人被注射麻醉剂和激松药的神态演绎了出来。 看着躺在地上的夏金兰,观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又美又吓人。 他的笑容,看久了就会让观众后背发凉,歹徒的心狠手辣也在这里体现了出来。 难怪夏金兰戏份不多,却拿到了十分的演技评分。 赵丽颖演技眨烈,打脸黑粉。 其实谁是凶手首播,当天就已经有网友将炮火对准了赵丽颖,嘲讽他演技不好,原声台词拉胯, 但是没想到作为主演的赵丽颖,在首播的两集中一秒钟的镜头都没有。 根据网络评分来看,赵丽颖的演技评分高达十分,直接封神。 第三集才上线的赵丽颖,不仅演技发挥稳定打脸黑粉,还成为了季高露饰演的夏金兰之后,全剧最吸睛的女性角色。 作为心理医生,她一眼就看穿了夏目的不对劲,在和警方谈话的时候,更是始终保持着冷静和理智,将自己置身室外。 但是根据剧情来看,赵丽颖塑造的沈玉不仅出现在了三起命案的案发现场,还和海州案的凶手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比起赵丽颖以往在偶像剧中塑造的角色,沈玉一直都是冷静之性的样子,她的人格魅力,和她背后藏着的秘密,都证明着赵丽颖惊艳的演技。 赵丽颖评分未及格,结果太意外。 从表演的角度来看,作为主演的赵丽颖,赵丽颖,董子剑都是谁是凶手的重要亮点,但是相比于赵丽颖和董子剑,赵丽颖的演技分数是真的出乎观众意料。 4.2,显然是一个过于苛刻的成绩,以赵丽颖的表现来看,这个未及格的分数,也是让人意外的。 不过,评分如此之低,也并不是毫无缘由的。 从人物设定来看,赵丽颖饰演的冷小兵,其实是主角阵容中最平庸的一个角色。 他没有审谓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也没有下目的心理问题。 虽然说笑央饰演的冷小兵对于16年前的暗剑同样念念不忘,但是他作为暗剑的当事人,错过了惩治凶手的关键时期,就足以让观众对这个角色产生反感。 何况,后来成为重案队队长的冷小兵,也没有展现太多能力方面的技能。 甚至在德之夏木进入重案队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撒泼辞职。 总而言之,笑央的演技评分如此之低,其实主要是因为冷小兵这个角色的设定不够讨喜。 当然,谁是凶手仅仅播出了4集,最重要的戏还是落在了三位主演身上,相信不论评分如何, 他们个人的故事线都会在后续的剧情中得到完善和补充,或许也会直接改变观众对演员的看法。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